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日上午 张化县长魏明谷率领县府一级主管 各乡镇市首长及国中小校长 一同参加100公尺进走 宣布运动会正式开始 张国县政府今年举办105年 县民运动大会今天正式展开 那我们的赛事为期三天 刚刚我们所有的乡镇市首长 大家都来进走 张化县政府一直在推动 台湾是一个运动岛 张化县是一个长寿县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运动 运动能够让我们身体健康 运动也让我们很有自信 很有朝气 可以迎接任何的挑战 张安国中平和国小的舞蹈表演 以及大同国中啦啦队表演 充分展现运动中的利与美 展现学子的青春火力 典礼中为县长表扬在地方基层 默默耕耘付出的体育有工人员 感谢各单位为基层体育扎根而努力 对运动活动推展默默付出 这三天的比赛里面呢 各位选手将平常所练习的成果 做一个非常好的展现 也希望我们三八线的运动功绪 以及所有的成绩能够提升 所有比赛的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都能就在 这一次的新民运动会 都能够得到好的成绩 此次活动赛事 共计有1164人次参与胜会 三天的比赛将选拔优秀选手 代表张化线参加 105年全国田径锦标赛 为张化线争取最高的荣誉 公益频道林俊明 张化 财宝报导